看点,不可否认的是,数字教育必将带来巨大的变革,但它缓慢地被采用速度,却正在浪费着,它能给世界带来的潜在利益。 教育的逐步数字化必须被视为一股长期上升的潮流,有能力成为改善全球经济的教育超级红利。 然而,尽管出现了数字典范式的转变,教育界对这些技术的采用速度仍低于其他行业,重新思考数字化教育服务,可以加速创新教育技术的融合,更好地让社会为21世纪的学业做好准备。 下面描述的五个全球趋势,说明了教育数字化的加速,又可能会成为重新设置世界格局的开关。 动见一,长期性上升,关于即将到来的教育科技学崩,人们进行了大量讨论,但我们认为,到来的反而会是一场长期的上升浪潮,尽管教育市场最近才开始数字化,但其规模已经是媒体行业的三倍, 相比于娱乐和内容产业35%的数字化,预计目前只有5%的教育市场是数字化的,然而,教育的数字化无疑将会更加缓慢,我们估计要比传媒业的数字化速度要慢五倍。 这种耗时的数字集成,可以进一步归因于一系列关键的利益相关者,包括了教育机构、学校、政府、机构、教师和家长,不可否认,采用教育技术创新值得等待,但显然需要耐心。 重见二,教育超级红利,在凸显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教育标准之间有着明显的联系的时政言,究中可以看出教育对于经济的重要性。 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的分数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该研究证明了一个显著的结果,一个国家的PISA分数增加25分会带来相当于每个公民获得10万美元回报的结果,提高25点是可能实现的。 对于法国或英国来说,这就等于将教育水平提高到芬兰的水平。 我们预期,那些通过投资于有效的数字教育解决方案来主动实现这一增长的国家,可能会因此获得巨大回报。 重见三,数字范式的转变数字化带来的破坏性并不是一件新鲜事,因为它已经出现在了许多领域中,从数字音乐的销售已经超过了实体音乐的音乐产业中。 我们注意到一个正在以音乐作为一种服务的形式发展的值得注意的商业模式,尤其是流媒体音乐正在迅速增长,而数字下载正在稳步减少。 音乐作为一种服务的概念,已经逐渐取代了现有的消费者模式,即音乐是一种需要拥有的产品。 现在消费者寻找第一种可以很容易的一所需要的形式,在对它们最方便的时候获取的替代性音乐服务, 通过与音乐产业的类比,我们可以看到教育数字化所需要学习到的关键知识,特别是数字教育作为一种服务的概念。 这似乎是老生常谈,但这个方法意义重大,要使数字教育无处不在,我们必须摒弃我们只是将现有产品和解决方案数字化的观念。 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数字教育作为一种服务这一概念,类似于学校如何提供服务,而不是产品。 在木克MOC的世界里,这种进化已经很明显了,木克最初是一种数字内容引擎,在全球范围内向受众广泛传播。 然而,随着服务变得越来越精致,木克现在开始发展为一种服务方式,一种可行的商业模式,与这种复杂性有关。 因此,如果我们分析领先的木克平台DoEra,我们可以看到从完成课程中获得的收入显著增长。 重见四,但是未来需要我们吗? 尽管我们开始改变培训和学习的方式,但我们是否正在培养21世纪职场所需的技能,从技术进步打造出的IBM Watson计划到谷歌的无人驾驶汽车。 我们必须明智地思考人类的位置,今天的工作不是明天的工作。 在这个不断变化的市场中,教育和培训的目的必须不断发展和进化,为个人提供轻松学习新技能的能力。 不仅在我们年轻的时候,而且要在我们工作的各个阶段。 重见五,世界经济秩序的变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13年宣布,以购买力衡量的新兴市场的GDP水平首次超过了发达经济体。 IMF世界经济展望的估计显示,到2020年,全球GDP的60%以上预计将出现在新兴市场国家。 如果你把这些GDP趋势与不断发展的数字和社会动态相结合,就会发现异固无法控制的潜流。 那2017年,全球新兴市场将比发达经济体发展更多的数字基础设施。 30岁以下的世界人口中有超过90%将会在新兴市场中,他们明显渴望学会挣钱。 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自由获取的数字资源可以带来适应变化的技能和培训。 如果你必须预测哪个地区会对这个世界做出反应,那么世界上的初创国家将是最好的猜测选择。 因此,数字教育是整个世界的重写按钮,致见微信公众号CHIANTALKS搜户教育制,现精选自经国教育思维公众号,未经允许,现决转载。